其实在气暴发生之前 民众都有闻到浓浓的瓦斯味 现在来看到 这是市民代表崔云彤他的家 他说他当时返家之后 想要帮小朋友洗澡 结果他们家的热水器 竟然冒出了白烟 这个排烟管还已经变形了 另外小吃店老板就说了 瓦斯压力有异常的情况 因为软管早就脱离了瓦斯炉 那么气暴发生之后 到底县长杨文科人去了哪里呢 第一时间副县长就说了 等一下他就回来了 因为他之前确诊 那么接着县府就说 县长有既定的行程 结果后来发现 他其实人根本就在日本 直到晚上的时候 才返回台湾来开会 说法一日三变 其实让民众也很难接受 阳台上不断传出泄气声响 热水器还冒出阵阵白烟 自家阳台仿佛快烧起来 这样的恐怖场景就出现在 主委市民代表陈宇彤的家中 当天上午家中瓦斯炉就不对劲 用热水器测试 还冒出二十公分的火苗 没过多久 中正东路社区发生气爆 造成一众伤 五轻伤 遭波及的还有它 压力在松脱了 然后吞掉 吞掉出来 吞掉 就是有那种声音 天然气管早已和瓦斯炉 接口分开 延长线插座全被烧到焦黑变形 二十四号这天 文先生家中瓦斯炉发出怪声音 以为是抽油烟机故障 没想到手一放在炉子上 就突然发生爆炸 像那个警报器一样 警报器一样 又又又又又 是喔 那个压力非常大 竹北瓦斯加压站 压力异常从两百毫米水柱 暴增到一千毫米水柱 为何会这样 瓦斯公司也给出解释 设备有故障的原因 逐流罚我们也已经更换了 针对县市十八个逐流罚 做一个检查跟更新 只是气爆这么大的事 父母关杨文科第一时间 怎么没到场 现服说法 IP一日三遍 到底最一开始怎么说 最初说确诊 但下午县服又改口 杨文科有既定行程 最后才发现人在日本 难道连副手都不知道 县长在哪吗 县长到底去哪 一天有三种说法 副县长磨棱两可的回答 引发杨文科隐瞒行踪的争议 也让受灾户们心里的火更难消 华氏新闻庄明线 综艺长沈丽荣新竹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氏 还没有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氏Youtube介绍